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看的新车就是这个 2021 年式的 HR-V 升级版本 为什么我们要看它? 首先我个人认为就算是在现在那么多的 B-Segment SUV 面试之后 这一台车款依旧是保有非常强大的竞争力 它的很多细节很多的配置 和目前的同级对手相比完全不选色 所以它依旧还是市场上最值得购买的 B-Segment SUV 之一 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带大家看看 这款车升级了什么地方 还有它值得考虑的地方在哪里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台车的历史 这台车是在 2015 年于马来西亚市场发布 在它发布的时候当时的市场上并没有那么多的 B-Segment SUV 而且这台车拥有了 Honda 一直以来 引以为傲的大空间设计 加上本身就非常时尚的流线设计 所以发布之初就大受欢迎 而这一次的升级版本升级了什么? 首先就是它的头灯组 虽然说在 2019 年的这个小改款车型中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这个全新的 LED 头灯组 但是这一次 Honda Malaysia 在其他的车型上面进行了提升 在之前的 Hybrid 版本是没有这个 LED 头灯组的 可是这一回有了 而且它的尾灯组同样的也是采用这个 时下流行的三条立体式 LED 设计 所以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时尚 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尾门的这个门把采用了隐藏式的设计 让这台车很有一种 Coupe 的风格 当当 接下来我们看它的这个车尾箱的空间 如果说是家庭用的话这个车尾箱的空间就是非常的重要了 例如说你的家人出去旅行 然后可能有时候你周末在老婆孩子出去买一下东西呀 可能去 IKEA 购买一下 你要载东西的话这个车尾箱空间就非常的重要了 这一点 HR-V 它还是保留了它在这个同级车款中的最大优势 在这个后座的椅背还没有倾倒的情况下 它的这个尾箱容积达到了437L 非常非常的大 大到我整个人要躺进去 都没有问题 可以看到这个空间表现真的很出色 而且重点是 这台车它继承了来自 Honda Jazz 的这个 Ultra 6 设计 也就是说它的椅背拥有非常多的这个变换模式 它可以做完全的倾倒 然后可以给你载一些体积比较高的物品 所以空间的灵活性 是我个人觉得 Honda HR-V 从发布到现在的最大卖点 这个优势直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很多的同级车款没有办法超越它 所以说 空间如果真的对你很重要的话 那么这一台车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我们来看看它的车侧 它的车侧线条到现在依旧是非常的优扬 而得益于这样的车侧线条 所以它的内部空间的高度并不会受到影响 即使是像我这样 身高180 我坐在这个车室 不管是前座也好后座也好 都可以享有非常充裕的空间表现 而这一个也是目前为止 Honda HR-V 最大的卖点 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 这台车虽然看起来很大台 但是它的尺码还是标准的 B-segment 可是你坐进去的话 你真的会怀疑它是不是只有 2610mm 的轴距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内装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 得寓于比较高的这个车身高度 所以像是我这样身高比较高的人 坐在后座要上下车都完全不需要担心 会敲到头 所以这一个后座的设计 其实非常适合家里有老人家的朋友 因为老人家上下车 非常的轻松 不需要像Sedan那样 要弯下腰等等进去才不用怕敲到头 完全不需要担心敲到头 而我也相信这个是为什么 SUV现在在马来西亚市场 那么受欢迎的主要原因 这个 Honda HR-V 的后座 是它非常非常精华的一个部分 因为一般上大家买车的时候 对于这个空间表现的需求 应该都会非常的讲究 这一台车你可以看到 前面的座椅已经是我的标准坐姿 然后我坐在后面 我的头部还是有非常宽裕的空间表现 大概还有三个指头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是坐得非常直 然后我的身高大概是180左右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脚步的空间 一个拳头 两个拳头 两个拳头 三个指头 的空间表现 所以这台车 如果你买来是以这个家庭使用为主的话 那么它的空间表现 绝对会让你非常的压抑 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 大部分都是比较专注在乘客或者是日常使用的一些好处上面 而如果你是家里那一个驾驶者的话 那么这辆车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这台车我开过了很多次 然后我也开了很久 我还是很喜欢它的这个驾驶感受的 因为这一台车虽然说是一辆B-Segment的XUV 它可以让你享受到 XUV应该有的这个高视野高车身 但是因为它的底盘重心比较低的关系 所以它的操控表现 在这个同级车款来说其实还是不错的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这个1.8公升自然进气引擎表现也是相当不错 虽然你会觉得 只有142匹的马力 可能对于这台车来说不大够用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这台车的车身重量其实并不高 加上Honda 一直以来 它的这个引擎跟变速箱的调校都是比较到位的 所以这台车我开起来的感觉我觉得它的动力表现 完全非常符合我的使用需求 而且我使用这台车的场景都是载着我的家人一起出门 所以对他们来说或者是对我来说 这台车的表现其实都是非常的合理 而且重点是它还有着一个换挡拨片 所以这个换挡拨片可以在你驾驶的时候 添加一些驾驶的去 至于在其他的细节方面 2021 版的HRV 也有做了一些升级 例如说这一个触屏主机 在这个人手一基因的年代 很多人在开车的时候都是依靠电话做GPS导航 或者是可能会说电话 但是实际上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在这个2021 年的 Honda HRV 上面 多了这个资源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的触屏主机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触屏主机 跟手机连接的设计还蛮贴心的 因为它的 USB 插槽在下方这个比较隐秘的位置 所以看起来不会那么的杂乱 不会有一条 cable 直接这样子拉下来 再来一点就是如果你的 Android 手机 系统是在 Android 10.0 以上 那么就可以 即差即用 在这个触屏主机使用这个 Android Auto 的功能 如果是 Android 10.0 以下的版本 那么你就必须去到路这个 Android Auto 的 App 你才可以使用这个 Android Auto 的功能 打开之后 你就可以在这边使用像是 GPS 啊 听歌或者是说电话的功能 这样一来就可以 让你减少在开车的时候中三万的可能性 这一个我个人觉得也是 2021 年很多车子都应该标配的功能 很值得一提的是 Honda HR-V 不管你是买到哪一个版本都好 这一个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的触屏主机 都是标准配备 我发现如果要说 Honda HR-V 的优点 真的是逃不脱空间这个东西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开车的时候 把手机劈爆都找一个地方丢着 如果说一辆车的植物空间不多 对我来讲就会是一个困难 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一个 它的这个空间表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这边两个超级深的自卑架可以让我丢 这个我的皮包 可以让我放我的电话 然后这里还有置物空间 然后中央扶手的后方还有一个置物空间 那么多的置物空间 你要放什么 完全都没有问题 而且可以看到这个中央扶手还是有这个 前后花衣的功能 所以把扶到前面 开车多么的血液 在影片的最后我要来说一说我对这个 HR-V 的心得 因为如果不是它的话 我国的 B-Segment SUV 市场就不会像现在那样的蓬勃发展 而这台车现在看来它还是非常的有竞争力 尤其是它的空间表现跟一些配备上面 都符合现在大部分消费者所要的需求 而我相信可能会有一些朋友说 如果我要空间表现的话 CR-V 会不会更好 没有错 CR-V 的空间表现肯定是更好 毕竟CR-V 是一台 C-Segment SUV 但是实际上 CR-V 的空间表现和这台车相比的话 并不会差距太明显 而且重点是 这台车它拥有一个特色是CR-V 所没有的 也就是 它在市区驾驶的话是相对的灵活 我们都知道 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开车都是在市区驾驶 所以车辆的灵活表现是非常重要的 而这辆车兼具了灵活性的表现 还有空间表现 可以说是目前市场上比较好的选择之一了 以上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啦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最后我要说的是 2021 年的 Honda HR-V 还多了一个叫做 Platinum White Pearl 的颜色 如果大家要考虑这台车的话 可以看看这个颜色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们分享一下影片 还有记得 按赞订阅喔 好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